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啊 不陪了 完颜承辉想完了 这个人的名字啊 白起了 我不能跟这个败类一样 我准备以身殉国 完颜承辉回到家中 把自己的幕僚请来 完颜承辉执酒 两个人喝到半夜 推心制腐啊 聊了很多事 然后完颜承辉起草了一辙 托这个人带给皇帝 临别之际无以相赠 给你留点东西做纪念吧 写个条符 完颜承辉拿起毛笔 保占墨汁 就写了一个条符 写完之后发现啊 最后俩字写颠倒了 完颜承辉扔笔挨探 你快走吧 幕僚含泪拜别丞相 还没出府门呢 就听到府内传来痛哭之声 完颜承辉在跟他饮酒的时候 就已经在自己的酒中下毒了 喝的都是毒酒 所以他最后为什么写字 这俩字能写错了 可能是毒性能发作 壮烈殉夺而死 完颜承辉一死 磨碾晋忠就准备逃跑了 当时宫中还有数百来不及逃跑的前朝飞瓶宫女 这些人就请求磨碾大帅带他们一块跑 磨碾晋忠说没有你 你们等着 咱约个点在哪集合 然后我发号令 你就跟我走 嫔妃们在凛冽寒风中站着 等着磨碾大帅发令 等到城破蒙古军攻进来 也没看见磨碾大帅发令 磨碾大帅哪去了 敬请收看在北三朝之今 第十八集 宣宗南迁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